好人难做,你怎么做? 有一天,一个僧人在河边闭眼打坐 听到河里有挣扎的声音 僧人睁开眼睛一看 是一只蝎子正在水里挣扎 僧人伸手把它捞上来 没想到被蝎子的毒刺遮了一下 僧人把蝎子放到岸上,继续打坐 过了一会儿,又听到挣扎的声音 睁开眼睛一看,蝎子又掉到水里了 僧人又把它救上来 僧人又被遮了一下,然后继续打坐 过了一会儿,同样的事情又来了一次 旁边的渔夫对僧人说 你真蠢,难道不知道蝎子会遮人吗? 僧人说 当然知道,我被它折三次了 不久后,蝎子又掉到水里 僧人举起肿起来的手 毫不犹豫准备再伸出去 这时,渔夫把一个干枯的树枝递到他手上 僧人用这根树枝捞起蝎子,放到岸边 渔夫对僧人笑了笑,然后跟僧人说 慈悲是对的,但慈悲蝎子也要慈悲自己 我们常听到一句话 这点头,好人难做 好人行善是他的本性 但行善的对象却不一定也是善的 行善的结果也不一定是善果 保护好自己,才会有能力善待别人 渔夫说了,僧人也觉得蛮有道理的 渔夫接着问,你一直被蝎子遮 为什么还要一直救他呢 僧人回答,遮人是蝎子的本性 只要是蝎子,都会遮人 慈悲是我的本性 我的本性不会因为外界事物而改变 不因别人的恶,而影响了自己的善 不因对方的言行,而影响了我们的心情 智者,自己主宰自己的一切喜怒哀乐 渔者,由旁人的言行来主宰自己的喜怒哀乐 渔夫与僧人,都教了我们重要的道理 不要因别人的恶,而放弃自己善的一面 为善也要有方法,才有能力善待更多的人 渔夫与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